大家好,我是果果朵 今天也要去华安给大爷送那个质钱 因为我拍完那个视频以后 大家都特别关心给大爷买这个质钱 我前两天就已经买上了 可能大爷也比较着急 粉丝朋友也在催我 我就尽快的给大爷送过去 从这个展开口去华安花皮岭 大概有40公里的路程 这两天学也化了 路还是比较好走 我沿路把这个风景拍给大家 因为这个华安属于前丘陵地带 有这个丘陵棚地相互交错 沟壑壮横 也就是典型的花图高原地貌 就是看上去跟那个陕北这个地貌特别像 因此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华安 拍华安视频比较多 你是不是活过 哎呀哎呀在这儿拍照呢 你这干啥去了 去哪儿去哪儿去 去这么远 哎呀好长时间还没看着 这多会儿来的这上午 这上午多会儿来的 这上午八点八处加粥的嘛 这中午连饭没吃 啊连饭没吃 啊连饭吃完了 不吃完了 有小驴 下了个小的有 下了个小的有 下断足够几个驴了 下断足够几个驴了 下下小的就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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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小小卖 能卖多少钱一万多 能卖多少钱一万多 下小的就卖四千一万块钱 哦四千两块钱 几个月三个月 哦四五个月 四五个月 哦 我看你挺小的 我还没 我听声音听出来了 但是看 猛的一下还没看 没认出来 您一说话我就知道了 哈哈 孩子们过年都回来了 哦 孩子们都回来 回来 一个 闺女是吧 闺女们回来 闺女又生了小孩的 哦 再说今天有那疫情啊 有疫情 不过 不生气 保抵你回来了 六天四天回来 就得接那个不回来 要不回来 不然就回来 也没生了 他将这小孩 只会交接一百天 那不行 哦 咱们这医疗交接 各方面不发便 路上冷的 哦 那边冷 哎呀 这驴估计是着急想走了 慢点啊 嘿嘿嘿慢点啊 哎 好 嗯 大家看这儿就是石坡底 嗯 石坡底是那个生态旅游村 嗯 从这儿就是过去 进去就是 咱们送的前方这儿呢 就是 嗯 这王朝 廉家在 嗯 然后就是英皇这一带 嗯 夏天来这个 大家可回来这儿还是特别的好 石坡底这儿 嗯 嗯 那个木瓜特别的多 大家可以来这儿 摘那个木瓜 大爷这是个麻 是个骡子 木瓜 你们这是干啥起来 拉 拉啥起来 拉风 拉风起来 哦 你们是哪儿的 廉家在的啊 嗯 去哪儿拉的风 去那儿拉的风 哦 哇